感受东方智慧 揭开神秘面纱 大家好 我是大壮 今天我为大家来讲解一下 九宫飞行盘中的数字游戏 什么数字游戏 这里面的五黄 暗五黄 以及穿山五黄各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先开始 第一个 五黄 那五黄也就是找到数字五 这个我觉得就不需要多说了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 可以看我之前 关于九宫飞行盘的 相关的一些视频的讲解 这里帮助大家回忆一个基础知识 这一个盘叫做元旦盘 大家还记得叫做元旦盘 也叫做什么 也叫做地盘名字 只是一个符号 什么意思呢 在九宫格中 把洛书的数字 直接带入到这一个九宫格的游戏中 带九 头上带的是九 带九 铝一 铝是鞋 鞋上踩的是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奸 八六八为足 好 这个大家要记住了 那这一个元旦盘里面 五就是五黄 是不是 七呢 七就是七次 一就是一白 这一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之前的基础知识的视频 好 五黄这里不必多讲在什么地方 直接看到有五的数字 就是五黄 那暗五黄是什么 暗五黄 那这里同样的帮大家回应一个 简单的基础知识 我们的榴莲盘是怎么排的呀 大家还记得吗 榴莲盘排的方式非常快 如果说是2020年的榴莲盘 那它的只要确定中宫是不是 确定中宫之后就开始顺飞 那中宫是多少 是不是11减去2加0加2加0减去4 等于7 大家这个不熟悉的 可以去看我之前 关于榴莲排排盘的相关的视频 等于7 也就是2020的榴莲盘的中宫数为7 好 整个盘顺飞 顺飞如果不了解 也请去看我之前 关于顺飞立飞的视频 7 8 9 1 2 3 4 5 6 好 有了榴莲盘之后 我们来找榴莲盘中 它的暗五黄 也就这个五字 还有一个隐藏的五 它在哪里 隐藏的五它在哪里 这里呢 就有一个规律 大家请记住 叫做 叫做夹 夹 柄 物 庚 人 这是天干 是不是 阳的天干 阳的天干 如果是阳的天干的 他的暗五黄 在他的五黄的对角线 对面 等一下讲 如果是 如果是 丁 己 星 鬼 大家这个应该也知道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阴的天干 阴的天干 那如果说是阴的天干的 他的暗五黄 与五黄的位置 再一块 好 咱们来举例来看 刚刚排的这一个 是2020的榴莲盘 我们来找他的暗五黄 2020 他的年份 干之年 叫什么年 叫做庚子年 庚子年 天干 为庚 我们来看 甲饼物庚人 庚为阳的天干 所以 他的暗五黄 在哪 在五的正对面 五 正对面 就是哪 就是在 九 在对宫 这个叫做对宫 这个 在基础知识里面 大家是要掌握的 每一个九宫阁 他都有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 是后天八卦 直接带入到九宫阁中 的名称 黎 坎 逊 坤 对 正 更 前 这个是后天八卦的名称 作为了这九宫的名称的 一个名称 好 那也就是说 接着刚刚的讲 也就是说2020 庚子年 他的暗五黄 是在对宫 他的五黄 是在正宫 是不是 这个是叫正宫 正宫 暗五黄 是在对宫 好 咱们来换一下 如果说是2019呢 2019 首先我们把榴莲牌 盘出来 是不是 2019 那他的中公是几 11减去 这里是1加9等于10 10加2等于12 12再相加等于3 就是11减3 这里等于多少 等于8 所以中公是8 整个顺飞 8 9 1 2 3 4 5 6 7 我们看 2019的五黄 也就五这个数字 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宫叫什么宫 叫做坤宫 大家记住 这是叫坤宫 在五 那2019的暗五黄 在哪 那我们就要知道 2019年 他的天干地支 纪年 他的天干地支 是什么 是几 亥年 是不是 那天干是什么 就是几 他是阴的天干 所以 所以 阴的天干的暗五黄 跟他的五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明的五黄 是在明面上的 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 明五黄 是在一个位置 所以 2019 五黄 在坤宫 暗五黄 也在坤宫 好 大家这一个关于暗五黄的知识 应该掌握了 我们接下来讲 川山五黄 川山五黄 有一个三字 还一个川字 有个三字 说明了 跟方向 也有关系 需要带入方向的参数 川 它是从 一个弓 川到 另一个弓 是不是 川山五黄 来 我为大家 具体举例 做解释 我们还是以 2019年 刚刚排的 这个流年盘 作为解释 那流年盘 我们可以看到 2019的流年 五是在这 但是川山五黄 是怎么看的 它是以每个方向 以每个三项 来看 也就是每个三项 它都可以产生 它自己的川山五黄 什么意思 这里举例 这个呢 是要跟元旦盘 也就是地盘 相做对比的 大家来看 如果这个弓是什么 这个弓是前弓 前弓的元旦盘 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六 好 为了大家能够快速对照 我把元旦盘的数字 直接放到 这个盘上面 大家元旦盘 还记得五 这是六 是不是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好 这个小的 小点的数字 这就是元旦盘 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要找 前弓的 前弓的川山五黄 2019的川山五黄 那前弓 它本身的元旦盘 也就是地盘 本身的数字是六 那它在2019年的川山五黄 我们就是看这个六 飞到哪去了 六飞到哪去了 六是不是飞到这里来了 六飞到正弓来了 所以前弓的2019的川山五黄 就在正弓 我们再来看 随便举例 如果说是这个 更弓呢 更弓的元旦盘的数字 本来是八 我们就要看 在2019这一个盘里面 八飞到了哪 八飞到了中弓 也就是说 更弓的 这个川山五黄 是在中弓 再来看 如果说是这个 这个是迅弓 是不是 大家这个一定要记得住 这个是 这里是迅 刚刚插掉了 这是迅 这是正 这是迅弓 迅弓本来是几 迅弓本来是四 迅弓的数字 元旦盘是四 我们就要看 2019年 这一个四飞到哪里 四飞到了这 是不是飞到了坎弓 所以迅弓2019的川山五黄 就是在这里 这是什么弓 坎弓 这是一种理解方式 还有一种呢 如果大家不愿意这么来推算 还有一种推算方式 比如说我要找前弓的川山五黄 那从前弓开始 我们起中弓数 这个时候的中弓数是八 是八 八 顺飞 顺飞一直数到五 五在哪 他的川山五黄就在哪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是不是在这 所以 前弓2019的川山五黄 是在这个正弓 这个得出来结果 跟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是另外一种推算方式 大家可以在手上直接掐 比如说这里 起的是中弓的数字 我们再来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要找这里 这个是黎公 这是黎公 我要找黎公在2019川山五黄 是在哪 同样的 从黎公起什么 起当盘的中弓数 这个盘的中弓数是八 那我就起八 顺飞一直数到五 五在哪 他的川山五黄就在哪 顺飞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是不是在这 这一个前弓就是黎公的2019这个盘的 川山五黄所在的位置 大家清楚了吗 这是两种推导的方式 这个川山五黄 我再举一个例子 以2020年我们来排盘 刚刚知道的2020 它的中弓数是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我们来用刚刚所讲的这两种方式 来找 它所对应的每一个方向 每一个公的川山五黄 比如说我们用第一种方式 我们找先找 这一个公 它的川山五黄 那第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它的元旦盘是几 元旦盘这一边是不是八 元旦盘是八 那我们就看 在这一个盘里面 八跑到哪去了 八是不是跑到这来了 所以这个公是更公 更公在2020的川山五黄 就在前公 大家了解吗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就咱们顺飞的方式 顺飞 好 同样的在这边起什么 起中弓数 是不是 我们要找这一个公的川山五黄 所以从这一个公开始 从这个公开始什么 用中弓数开始顺飞 中弓数是七 中弓数是七 好 我们来顺飞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数到五了 五所在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起始宫 也就是更公的川山五黄的所在处 跟刚刚的前种方式 大家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要看 比如说这个公 这个公是对公 是不是 对公 记住 对公它的川山五黄在哪 第一种方式 对公 它本来的元旦盘的数字是七 那七跑到哪去 七 是不是跑到中弓 所以 它的对公的中 这个川山五黄 在2020的川山五黄就在中弓 这种方式 其实最快的 大家如果对这些数字 特别敏感 特别熟悉 特别熟悉的话 这是最快的 不用去数来数去 如果不熟的话 我们就用第二种方式 来一个一个的来顺飞数呗 那对公 对公起什么 哪个数 对公起中弓数 中弓数这一年是七 是吧 那就从七开始 什么 顺飞 顺飞一直数到五 就是他的川山五黄的 数在处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也数到处 所以他对公的 对公在2020 他的川山五黄 就是在中弓 两种方式 都是得出一样的结果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在九宫阁 这个数字游戏中 怎么去找到 这个所谓的五 其中 这个是明五 这个是暗五 还有一个川山五 那 这个东西 大家是可以灵活应用的 比如说川山五黄 是不是 一定 是这个榴莲盘 不一定 还有其他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拓展 思考 去了解 好吧 好 今天先给大家